嗨各位,我今天要來開箱 Mr.Donuts抹茶劑 總共有7款甜甜圈 然後我剛剛到店裡的時候發現 它還有一個新的糰子 所以總共是8款抹茶點心加飲料 我把所有都買來了 所以今天就要來一個全品相試吃 不得了不得了 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相片的人 因為今天當天買,我今天等一下就當天撿 今天晚上就當天上 真的是有挑戰性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包裝沒有特別,它只有袋子有抹茶 它的外面的盒子是泡泡生生的 來,飲料的話我也是全部都買到了 跟大家說個故事好嗎 就是我剛剛去買飲料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個客人點這個飲料的 所以他們剛剛員工還打電話到總部 問怎麼操作 反正這很有趣,我真的是手刀衝去買的 來,給大家看,我好期待 七款甜甜圈 再加一個糰子 有沒有很棒 好香喔 十粒抹茶歐雷 它漸層不見了 放太久了 十粒芒果冰茶 對,因為我在剛剛前置作業太久 所以它去冰以後可能就沒有那個漸層了 它原本應該長這樣 我們通常喝抹茶的時候 都是比較偏喝抹茶牛奶之類的 所以它這款非常的夏日很清爽 然後它是真的可以吃到芒果果肉耶 超厲害的 我覺得我很喜歡耶 抹茶配上芒果油那種中和掉那個芒果太甜的感覺 因為它不能調甜度 滿分五分給 4.6 我喜歡耶 好 再來是這個 永遠不會出錯的抹茶歐雷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還特地穿了一個抹茶色的衣服 很應景 好喝 它是高級的抹茶的味道 愛抹茶的人 請注意 這一次不得了,你會愛上 它的抹茶是有苦味的抹茶 然後牛奶跟抹茶的比例剛剛好 我覺得超棒的 真的很讚 他們有個活動就是現在會折11塊 如果買飲料的話 然後呢甜甜圈也是買指定商品三送一 這一款我也給4.5 因為剛剛那一款真是太特別 我第一次喝到芒果抹茶冰茶 好再來我們要來吃甜甜圈了 真的是 一個怕受傷害的感覺 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很期待它 好 所以它這一次很貼心 分別做出一個重度抹茶跟輕度抹茶 控的人不一樣的選擇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很濃的抹茶味 因為我很喜歡抹茶 我們先從輕度的開始吃吧 輕度抹茶選擇第一款 十膩抹茶蘋果法蘭其 對我來說它根本沒有抹茶味啊 它真的沒有 跟法蘭其不熟 法蘭其是一個人嗎 太醒目了 你知道嗎 你整個口感吃下去 都是那個外層粗粗皮的感覺 完全沒有抹茶味耶 它中間這個奶油 不是抹茶的奶油 所以它完全抹茶 又有上面這一層 它有蘋果嗎 我剛剛只有吃到一小塊果肉 而且也不明顯 嘖 為何 滿分五分我給 三 下一個 登 直立抹茶餅乾巧貝 裡面的樣子 這款我覺得 比剛剛三款還要好吃 抹茶味有出來一點 但真的算是輕度抹茶 然後它的巧克力味蠻明顯的 所以如果是喜歡巧克力的人 你可以考慮 那奶油是混雜一點點巧克力 所以 整體吃起來 抹茶味跟巧克力剛剛好 然後呢 我也比較喜歡它的甜甜圈本身 這款我給3.8 第三款輕度抹茶的是 我最期待的 直立抹茶芝麻波提 它的名字都好複雜 這款為什麼期待呢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黑芝麻 它打開 滿滿的芝麻 而且它裡面 甜甜圈本身就是抹茶色 好討喜喔 整個都綠色的 我覺得這一款啊 讓我覺得抹茶跟黑芝麻好像不是這麼搭欸 我覺得它抹茶味不突出 它的芝麻也不突出 所以它就是一個 真的不知道在吃什麼欸 還是我對你原本期望太高了 因為它拍照拍的真的很厲害 這款我只給2.8分 有點不知道它在吃什麼 下一個要開箱的是 借在重度跟輕度之間的 純粹的抹茶系列 好嗎 就是不要在這邊奇奇怪怪 我就想要有點抹 有點不要抹 那你就選擇這種 好 要來吃的就是這個 直立抹茶黃金圈 因為它這邊就是金黃色的 這種感覺就是很像Crispy Creme 最不會出錯的款式 它的抹茶就是比較偏甜 因為它本身底下是沒有線的 底下就是真的甜甜圈 所以它這裡一定要甜 它才夠味道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中庸安全牌 絕對不會出錯的 OK 3.5分 下一款也是借在重度跟輕度之間的 直立抹茶歐飛香 沒有錯 我覺得歐飛香這個本身 這個名字有一點難記 我剛剛大概看了5次 然後講錯了20次 自己去買Mr. Donut 陳嫂買這一款 它的口感跟黃金圈是不一樣的 黃金圈就是比較像我們之前吃到正規的 甜甜圈曲 但是它這一款 吃起來比較有點有嚼勁 比較酥脆 它偏綿密 剛剛那個比較蓬鬆 好 所以這款我給4分 終於到我們的重度抹茶啦 我真的很期待 我就是一個重度抹茶人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款就是要來吃這個 直立抹茶蜜糖波提 就是它們南招牌的東西 應該是不會出錯的 直立就是一個這個啊 營養的網站 才到現在為止 我終於覺得我吃到一款真的抹茶味了 我覺得很好吃 它中間那個抹茶真的是越嚼越香 但我撥開的時候就已經有撲鼻而來的抹茶香味 抹茶控趕快去買這一款 超棒 我等一下會認真把它全部吃光欸 最後一個 這是我們的實立抹茶雙層波提 它就是底下又是抹茶 上面又一層抹茶 不得了了 一定要來吃一下 這個抹茶巧克力是偏 就是比較甜的 然後底下是比較苦 這款也可以 我也給它4分 吃完啊 但是我們還有一款 就是我們的 液抹茶團子 店員說 這款是黑本集送的 再說一下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其實我剛剛在吃第一口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那個醬就是一個 往前沖的感覺 這個醬啊 超級像 蒸鮮 回轉壽司的茶包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蒸鮮 但是真的有夠像 那個味道現在還在我嘴巴裡 整體是很好吃的 因為我有被嚇到 它的白魚好好吃喔 我真的會咬不斷 然後咩咩咩的 咬一咬就入口即化了 可以買 我給它4分 好各位 所以今天我的開箱 就到這裡 總共吃了 八樣抹茶的點心 加了兩樣飲品 然後我這次真的 被它的飲料給經驗到了 好嗎 所以 大家如果喜歡它 趕快去買 貼進去也不錯 沒有到真的很雷的部分 好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還是要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還有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 喜歡吃抹茶的人 掰掰